嗨,各位好朋友,大家早 哇,一連下了一個禮拜的好大雨 再到我們原子裡面來,現在陽光出來了 這個陽光出來了之後至少讓我們的原子 不再浸在這一種水分太多的狀況 但是又有擔心會不會陽光太強 造成這一些果樹植栽結果的落果 好,那沒關係啊,那個不是我們能夠掌控的啦 那我現在畫面當中看到的這一顆 是我原來今年已經不抱希望的黑葉荔枝 那想不到我們實驗性質的手工 在那一季節手工摘除新燒的時候 也能夠順利的來 第二次的新燒之後掛了一些果實 那目前這一些黑葉荔枝的果實 也到了,也到了開始轉色的階段 轉色階段,你看一下 果實不大,但是至少還有果實可以看 還有果實可以看 那現在這一些果實 也開始轉色 去年都沒有吃到荔枝的印象 我想今年應該不至於 應該是不至於 那這一些黑葉荔枝在這樣的實驗性質 多多少少掛了一些果實 但是我有觀察到啦 這個第二次新燒來的這個果實 我不知道是管理的關係呢 還是第二次的來的新燒 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它的果實偏小 偏小 那這個部分我們就還要再觀察 還要再觀察 那目前這個 少少的果實 但至少沒有掛蛋 至少沒有掛蛋 好,這邊也有 啊,這邊也有 所以自己種了一些 果樹 然後 做了一些 那個 管理的作為 至少還有 還有一些 果實可以 享用 這是蠻有趣的一件事情 好 黑葉荔枝轉色了 記錄到這邊 跟各位好朋友做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